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各位投資朋友好 大家好 我是廖愛輝 歡迎收看 時間作手 舊統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做票也好 做期資也好 其實 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 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戰系技術 这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 当我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爆活爆 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满手踏脑股票遗憾 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 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 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比较更比较获利 但是很多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初在哪里 就是从过去 你跟着市场当中的分析师去做 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 因为股票总是暴上暴下等上涨 不敢百分之间进出 加上此股过于分散 凹单不停损 会多不空的结果 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 同样的 过去年的软体 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 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 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施展 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 全部要让货人自己猜 甚至呢 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 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 最重要的 买卖点常常会慢半排 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 而且精确的买卖点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用我本人手机的号码 而且我百分之间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合价 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 原因很简单 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 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 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 新口座过渡行销 打着它叫赠送资料不是吗 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 你已经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 因为这个系统呢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 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 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 而在进场之前呢 会立即确显示进场停损停利 三个交位一次都一个各位 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 因为资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笔带进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间 多空能双向 获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意说眼镜为平衡事实 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跟着新金流关系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档股票就够了 而且每一笔带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间 一定是百分之间买一档 一定要百分之间卖掉一档之后 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 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来 从四月一号到今天 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一百万 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创出 两百三十一万的利润了 而你的一千万呢 透过金流力量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两千三百一十万的利润 但是 再回过头来想一次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如果还在过去 死报活报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还在用 不能使他软体 帮助自己超股票 到底帮自己创出 多少的报酬 因此呢 就等我在节目当中 会常提醒各位的 我说过去一条路 如果一路走来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时候 此此刻 就该花一条路 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 就同每天 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四月十八号这一天 这张股票一百万 赚了三十二点九万 系统告诉我们已经 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增加报酬 二十八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满全台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二十八号 也就在这一天哦 系统告诉我们 把钱一块钱赚的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满全台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K线 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 这上面的边台 短短的一天 两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十万的利润吗 好事 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一档股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就通你所看到的 在二十九号这一天 这一档股票 一百万 赚了十万 系统告诉我们 赚完最好赚的一段 所以 天后开高 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守不得卖 就通你所看到的事实 那一档股票 赚完最好赚的一段 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报到最后 会像过去一样 让大赚变小赚遗憾 又再次的发生 但是 当你拥有 新金融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通你所看到的 在二十九号这一天 这一档股票 一百万 赚了十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哪一段 先把赚到钱 摆一口蛋 接着 换股赚要报酬 问题是 二十九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资金 再换到 什么样的股票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 时间做手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二十九号这一天 很简单的案 一件玄武多 一样 执行玄武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买红舟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二十九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把钱的股票赚的钱 发一口蛋 再把资金 转买红舟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K线 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 坐在教上面的别人谈 短短的三千两头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二十点三万的利落吗 好事 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张股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 坚持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四号这一天 这张股票 一百万 赚了二十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的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这张股票 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报到最后 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又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你拥有 新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四号这一天 这张股票一百万 赚了二十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的一段 先把赚到钱 摆一口袋 接着换股赚交报酬 问题是五月四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赚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 很简单 一样交给时间做手 我们只是把时光回缩 回到五月四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简单 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案 一件选股多 一样资金选股 三分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满 互益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五月四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把钱的票赚了钱 再把资金转满 互益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黑线 瞅瞅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 坐在较上面的边缠 短短的一天 两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九点三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在这发生吗 所以呢 这一档股票 当然也不是例外 一样 坚持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号这一天 这一档股票 一百万 赚了九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所以红棒 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那一档股票 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报到最后 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拥有新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五号这一天 这一档股票一百万 赚了九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了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赚报酬 问题是五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 很简单 一样交给时间做手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五月五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的 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 一样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保硕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五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把钱的票赚了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保硕这一档票 接着赚它 最好赚了一段 一样K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 再次的坐在家上面的边缠 短短的三到四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16.2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也就在前面当中 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流而已 事实上从4月3号到今天 十一个交易的时间 一百万透过新金流观念 已经帮自己刷出 88万的利润了 而你的一千万呢 又已经帮自己刷出 880万的利润了 但是到今天 还是用过去死爆活爆的方式 做股票吗 还是用过去不能实在的软体 帮助自己超股票吗 很多特别在市场当中 都会非常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 把资金做翻倍 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 赶买赶买赶换股 所有操作资金 一定要百分百资金 集中操作单单股票 绝对不会像老派投资官一样 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 再来 每一档股票 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 也不会像老派投资官一样 总是死爆爆的股票上涨 最重要的 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 更不会像过去一样 进出的时机 总是会慢的半拍 而时间做的交调很简单 所有操作 一定是百分百资金 集中操作单单股票 加上严格风险控管 跟领先市场买卖点 才有办法帮助各位 用最短时间把资金做翻倍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这档股票 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 你没有办法领先市场 清楚而且明确知道 在41.35 就这阶段以来最好赚的卖点 难道你要等到今天跌 现在就再考虑不要卖吗 是不是又慢的半拍 又来不及了 这时候你会问我 我如何领先市场 到41.35 就是这个阶段以来 最好赚的卖点 很简单 要领先市场 直接来看电脑 会是比较快的一起来 我在节目当中 从来不会跟各位 特别强烈一档股票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只要是赚钱办法 所以每一档股票 每个阶段 都是一样的道理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一样 一起来看喔 就同这一档股票 在这一天 我看到一个事实 周线多 D跟红色区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 这个阶段以来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当天 除了明确进场点 停损点之外 停一点会一并直接告诉各位 看哪里 直接看实体信号的部分 他告诉各位 41.35要卖 就是要全数卖出一张不留 进场当下直接告诉各位 来到41.35要卖 后来再连续两天大涨之后 最高来到41.5 所以我们设41.35 一定可以卖掉 可以把这一段 最好赚成放一口袋 自然不会有任一张股票 会有大赚变小赚遗憾 正在里面浪费任何宝贵时间 相同的 很多投票做股票过程当中 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累起来 除了不知道卖股票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因为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 把所有资金 集中操作在单档票 单一个点位上面操作 好想想 过去呢 你买股票 是不是常常会买在前面等它上涨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你绝对不会敢买多 那么等到连续大涨之后 再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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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不会敢买多 所以买不多 专门对比起来持续不断的发生 财富当然难以累积起来 但跟实践座交易条件很简单 一个阶段 永远唯一只有最好赚的买点 就同这一张股票 在这一天 我看那个事实 周线多 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既然是唯一绝对不会有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加码点 这么简单清楚而且明确的情况之下 我所有客户在这张股票这一天 当然就是百分百资金全部买进 让好事很赞发生 只有买得多才可以赚得多 买股票没有什么叫做买个一成两成的 买股票没有什么叫做 把资金分在很多股票上面 如果过去到现在 你的操作方式是把资金分在很多股票上面 甚至每次买进的时候 只敢买个一成两成 我相信结果已经很清楚了 你的财富有没有办法累积起来 我相信这一点 我问自己应该是最明白的 相同的 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烈那一档股票 因为我们总是赚钱办法 当我们拥有赚钱办法同时 每一档股票都必须要来帮我们赚钱 包括这一档股票 在这一天 我们是不是相同的看到一个事实 周线多 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既然是唯一也是相同的方式 我所有客户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 还是一样 就是百分之资金全部买进 那好事很自然发生 更重要的是 你会发现为什么敢百分之资金买进 一档股票一个点位 其实原因很简单 你会发现我们的买点 常会领先市场一到两天 绝对不是等到长虹带量涨停 甚至两根涨停之后 再匆匆忙忙忙别抬价 而我们常常会买在涨停的前一天 前两天 而这就是实验座教统独特技术 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会跟各位分享 我说我们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会赚钱手上一次一档股票就够了 一个点位就够了 也相同的 我永远也只相信 只有客户获利的口碑 才最好行销 其他都是多余的 但是你想要跟着新金流观念 创造出比标跟标获利 事实上并不难 你现在欠就只是一个 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机会而已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现场 你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 使用品质不扬的系统或抠序吗 实力才是关键 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 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签字服务 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 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 这次您可以选择 有实力的分析师 有实力的系统 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需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您需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启发头部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自己推现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资伴们欢迎到现场 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样 当我们拥有时间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时 总之一口担百分百当冲 完完全全没有流畅压力 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就同这地方结果 一定是一口担赚加总结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4一个月过去了 挣这么多负这么多 挣负加总之后 一口担可以挣3150点 05呢12天过去了 挣这么多负这么多 挣负加总之后 一口担可以挣2769点 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好事一样再次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对两笔 一口当冲呢 一样可以挣184点 但是很多的朋友过去 也跟过很多老师 甚至很多软体 来帮他操作指数 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累起来 原因是你用的是市场当中 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 常用市价追单 有严重滑加问题 买卖点讯号会消失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有太多的参数 模组周期 全部要让货人自己采取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去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 都一定会用我本能手机的号码 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 价格乘性不会降 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 为什么做不到呢 原因很简单 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 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时 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 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 辛苦做过度行销 还需要打折不是吗 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 在进场当下 系统就可以立即明确显示 进场停损停力 上个交位一次的各位 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 全数定价百分之百 不要滑架问题 每一天每一笔 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死 不管赚的赔的 我会都跟各位分享 没有参数可以设 这个模组简单明确 全部都客气财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对两笔 一口当冲呢 一样可以挣184点 同样的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今天 每一笔的交易讯号 今天第一笔讯号 在8.55分的时候 是一个延续盘 不同步反向做控讯号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电脑 会比较快的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这个是昨天的最根K线 本来在灰色线上 就今天第一根K线 也在灰色线上 那昨天多 今天也是多 照理说是一个多方的延续盘 但是我说过 8.55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的颜色 颜色不一样一定要到过头来做 所以收盘收定必须设收盘价 也就是17344去放空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高来到哪里 最高来到348 所以定价百分百 全部都会穿成交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邦该规划的支撑区 一口单挣154点 先把它发一口单 等今天第二个机会 趋势盘同步做多 那这个讯号为什么不做 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进场之前 会先知道进场停损停力 如果先来到停力满足点的同时 必须要等待下个机会 也就在这个地方 趋势盘同步做空 还是一样 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灰色线下 线上变线下是转折 而线下是绿色 当然就是同步做空 所以收盘收定 一样设收盘价 也就是17225去做空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高来到哪里 最高来到17241定价 百分百全部都给传来成交 相同的 也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班各位规划的支撑区 一口单 算只有正30点 一样要把它发一口单 也就是在节目当中 还要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远相信一件事情 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 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